今天呢给大家介绍是一个可能大家比较陌生的国产品牌 古斯特 我自己呢之前呢也是不认识这个品牌的 所以呢看到这个品牌的时候呢也是心中充满了好奇和疑惑 这种颜值的群呢说真的啊 在国外的品牌里都是死贵死贵的 但古斯特呢仅瘦一千多不到两千 我试过后呢的确还是有一点小震撼的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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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大家听到这段呢就是这几支琴直接接管箱的声音 后期在录音软件里加了一些延迟和混响就没有了 应该听得出来他们的声音其实都是非常正经的 的确不是虚有其表 其实经过一小段时间的试用 古流的配置 在这个价位里绝大部分的中型还有大型品牌呢 基本上都是使用成本更低的替代目的 我觉得2024年真的是各个厂家卷到极其魔幻的一年 古斯特呢基本上是做到的 人无我有 人无我有 人有我也有 而且我比人家还要更便宜 这确实挺炸裂的 要我来评价这三支琴的话 非要我去挑些毛病 我觉得能挑的也不多 但你要不把它吹上天 能够秒杀就秒杀那 我觉得也不至于啊 但是一千万块能做到这样 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细节 这漆面非常的水灵 然后各种连接处呢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能够挑出来的毛病 再看看这一支也是啊 就以我自己对至勤的认知的话 我觉得以这样的售价能做到这么工整的程度 确实是不容易的 你得把工人调教的多么的服帖 才能够这么认真的给你干活 那还有这一支 灵感应该来自于James Taylor 哪怕是拿着放大镜去看呢 也真的挑不出什么大毛病来 再看一下这支啊 哇 这琴是怎么回事啊 对吧 怎么这么惨啊 像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一样 不过 这是一支三四万的Fender Custom Sharp 当然就是因为Custom Sharp用的是消极器了 消极器比较娇贵容易磨损 还有受温度影响的变形 其实这种变形虫的图案呢 它也就是一层贴纸 经过了多年的使用后 它会随着油漆的变形和起奏 但是古斯特这种呢 用的是锯纸漆啊 锯纸漆呢 是非常硬的 而且是非常耐用的油漆 基本上你弹一辈子都不可能弹出做旧的效果 如果你不喜欢做旧的风格的话 这层锯纸漆下面的这个贴纸呢 其余是可以青春涌驻的 外观什么的 一支其实都是我们国产琴的强项啊 要什么样子都能做出来 但是内核要做好就看各家的实力了 古斯特呢 在这个价位里依旧用的是没有妥协的主流的木材配置 那三支琴呢 用的都是Order琴体 以及玫瑰木纸板 还有呢古斯特呢 把现代琴的一些改良呢 也都基本上呢 是能给的都给了大家啊 比如音色还有强度都更稳定的烤蜂木琴锯 而且这个烤蜂木琴锯它还是颜色比较深的巧克力色的 甚至品丝用的是不锈钢的品丝 在这个价位里也是非常难得的 而且还是这种预处理的源头倒角 所以是不会存在倒角歌手的情况的 那各种斜切优化是能给的都给了 甚至是这支Tally呢 也是工程鞋的优化呢 也是都做到位了 包括靠手臂这里呢 也有一个小幅度的斜切 三支琴呢都用了这种成本更高 但使用更方便的带锁的调鞋钮 那两支XT的琴桥双线圈呢都是可以切单的 音色上来说 首先我弹琴的话是比较注重它的原声的音色的 原声不插电的音色最能够体现出制琴技术的水平 那这三支琴呢它们的共振呢 我不吹它是能够秒天秒地 但是绝对是超乎其价位的存在的 绝对没有那种烧火锅那种奇奇怪怪的频段 还有使不上镜的动态以及像吸走了一样的原因 琴弦的震动跟木头呢是有一定互动的 我没有感受到有非常明显的阻塞感 而插电后的音色呢 我就先给大家放几段裸听试听 那这些对比呢都用的是一样的参数啊 音频呢也是未经任何的后期处理过的 音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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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y的音色呢就是更圆润 然后Strett的音色呢会更加的热烈一些 而且因为是单单上的配置 所以音色上来说会更全面 而其实我觉得这一支Telly它的声音呢就比较复古正确一点啊 实音器的功率呢相对小一些 声音呢也更复古温暖 那这两支Telly的声音频道是一样的啊 那这两支ST的话其实它们的实音器呢应该是一样的啊 至少我听起来是区别不大的啊 那这里的区别就是这一支呢用的是1046规格的琴弦 这一支用的是0942规格的琴弦 所以陆车的声音会有一丢丢的区别 但是声音的方向是几乎一致的 它们的音色都更偏亮 然后更偏现代一些 实音器的输出呢也会偏大一些 音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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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其实我个人是挺喜欢这支Tally的 不只是因为它颜色粉得非常的水灵 关键是我觉得它的声音还是挺复古正确的 你看这个琴桥也是标准的复古饭 而且很难得是它的琴颈形状 其实是Soft V 也就是是一个软V型的 它的手感中间会更突出一些 但是又不是那种很极端的V 所以顶部它还是有一定弧度的 那它就给我一个非常新鲜的演奏体验感 而另外的这两支ST的琴景 就是很大众的C型琴景了 其实两支ST可能在细节上是有一定的区别 但是在演奏的体验上来说 其实差别不大 音色也是比较接近的 《琴形状传扬》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整之前的这些金属配件呢 我觉得算不上极致啊 因为毕竟成本在那里嘛 但也属于是中等以上的品质范畴啊 偶尔也可能会遇到某一些调节纽的阻力感呢 略有不同 但这基本也只是存在于个体差异间 琴桥呢是这种六点式的单摇琴桥 有种既复古又现代的感觉 但也绝不是形同虚设的玩具 是能够满足基本的练习需要的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虽然刚才的测试呢是有一点点跑音了 但一般来说呢你想要更准的阴准的话 在琴枕上做一些润滑就问题不大了 总结起来吧 我觉得古斯特的琴呢 出于保守的目的啊 我就不吹他有多么巨牛逼了 但是看到这里的朋友呢 大概也心里有数了 他在这个价位里确实已经给了很多了 那赠品呢就比较基础了 送的线呢就是很普通的黑线 琴包呢也是很基础的款式了 但能够满足运输的保护需要 当然呢作为初学者的时候 这个包呢当然是可以背着出去用的 原装的琴鞋呢弹久了 手上也会有点发黑 但这些呢主要是给大家试琴用的 后期肯定大家会去使用更好的 定价已经这么便宜了 赠品上面做一些妥协也是能理解的 不过挺意外的是 他竟然配了一套带锁的背带扣 还有琴上呢也是配套的背带钉 在这个价位上配这样的背带扣呢 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上锁后呢就安全多了 好了说这么多 还是仅供大家参考啊 我觉得大家还是试过为准 既然古斯特都这么大方的 让我去试他们的琴 我相信面对当前这么激烈的市场挑战 如果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品质 甚至以后还会再提高 那肯定是能够经受住市场的考验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